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自上周四9月8号与世长辞后 关于她的报道一直占据着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除了对她深深的悼念及回忆外 关于她的葬礼及遗产自然也成为了热门话题 英国白金汉宫上周六宣布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将定于本月19号星期一 在伦敦西敏寺举行 而女王留下的高达241英镑的遗产分配 竟然还被爆出了一些小插曲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看 据报道预计包括美国总统拜登 及法国总统马克龙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日皇德人以及英联邦各国领导人在内的世界其他各国元首 将云集伦敦参与女王藏允 为此英国安全部门表示 他们正在筹备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维安和保护行动 不过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FCDO可不这么认为 他们表示 为避免给伦文机场造成影响 请前来参加葬礼的国家领导人乘坐商业航班 此外由于来宾数量效多 政府禁止在机场和会场间使用直升机接送来宾 据介绍 有可能前来参加英国女王葬礼的外国领导人 需要集体乘坐巴士 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这场面让小编直接想到了大爷大妈们的旅行团 试问大家能想象到拜登和马克龙坐在大巴车上谈笑风声的场面吗 说完女王的葬礼 咱们再来看看女王的遗产 众所周知 豪门无太平 哪怕是贵如英国王室 大家族其实也充斥着明争暗斗 于是乎大家自然也纷纷好奇 王室内部成员会因为女王留下的巨额遗产 而掀起怎样的风云变幻 就在昨日 有一个八卦网站爆出 他们接到消息人士透露了绝密消息 女王在临终前曾亲自更改了遗嘱内容 将自己价值连城的珠宝首饰 只留给了一个人 要知道 咱们这位刚刚过世的女王 有一个人尽皆知的称号 那就是世界上拥有珠宝最多的人 在BBC拍摄的纪录片 《女王的加冕》中 女王曾对着镜头直白地说 珠宝越多越好 英国还曾出版过一本 叫做《女王的珠宝》的书 书中对女王所拥有的珠宝 做过一个统计 根据记载 女王一生拥有五个吊坠 十四顶冠冕 十四块手表 十五个戒指 三十四对耳环 三十七只手镯 四十六条项链 和九十八个胸针 最为关键的是 除了数量上的碾压外 能进入女王珠宝乡的首饰 那可渐渐是价值连城 所以有人做过估算 伊丽莎白二世的这些四人收藏珠宝 价值约为一亿一千万美元 按照先前的传统 英国王室十分重视珠宝的传承 每一任君主在位时 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得西式珍宝 然后再将其传给下一任君主 那么大家纷纷猜测 新上任的卡米拉王后 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世界上拥有珠宝最多的女人呢 然而女王的想法 谁都猜不到 根据修改后的遗嘱 这些西式珠宝 将全部传给威廉王子之妻凯特王妃 而另一名孙媳妇梅根 以及新上任的王后卡米拉 则什么都捞不到 根据爆料 女王陛下一直专注分配自己心爱的物品 思考谁值得拥有这些物品 有传言称 女王在最后一刻更改遗嘱 这对她的继承人而言 将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最终凯特王妃将是其中的受益者 然而这也将激怒一部分其他的王室成员 该网站还说 在女王心中 凯特明显是她在王室家族中最喜欢的媳妇 报道更称 新王后卡米拉一直以来都隐隐嫉妒凯特与女王的关系 不过她当然不会明说 然而这却是卡米拉怨恨着凯特的原因之一 早在两年前 哈利梅根夫妇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宣布 将脱离王室 所以梅根应该对分不到遗产有心理准备 但如果女王真的将梅根排除在外的话 这将是一记狠狠的巴掌 王室工作人员都认为 这是女王向梅根传递的信息 你种下什么因就会得到什么果 除了英国皇室的众多女性成员 对女王留下的珠宝垂涎三尺外 远在千里之外的印度 竟然也想分一杯羹 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 就在英国女王伊丽莎巴尔是去世之后 印度虽然在第一时间给英国政府和英国的王室 发出了宴殿 但是英国的民间却在讨论 怎样把世界上最著名的宝石给药回来 这一颗被印度人视为国宝的宝石 被称之为光明之山 它是一枚105.6克拉的钻石 早在1849年落到了英国人手中 从而成为了英国女王皇宫上的一部分 按道理来讲 随着印度的独立 英国该归还给印度的东西 应该还给印度 然而 女王在她长达70多年的执政生涯当中 却什么也没有做 现如今女王驾崩 印度恐怕只想趁火打劫 在这颗钻石 还没有新主人的时候 一举夺回 现如今以上种种的猜测 还都没有被证实 同时女王的遗嘱也不会被公开 这意味着 人们很难真正知道她的归属 但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这些珠宝首饰 佩戴在谁的身上 将会成为各方媒体 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